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Hello 大家好 今天是9月6日的老懒周记 我是啤梨 波仔 Dunai Poro Dunai Hello 今天就是人才制制 就是回到以前老懒周记的位置 上星期我们脱了一集 网友说疯狂投诉 那星期我们这年是视网 也没什么准备 所以可能题材和个个人有点不同 有点不同之前我们要说一下近期的事情 波罗上来当然要说一下他进继的占中看法 波罗你说一下现在占中怎么打 三八个 民主派 那些回归派 民主回归派 奥春派 经过这次8月3日 人大落集之后 全部要收担 全部都要 Warren founder 全部都要总的 全监 诶解一遍 你觉得他们 即现在谈insic日和 habe 你觉得他们的办法有用 你先不要用 撕開你的頭髮那些想法 否則這樣就沒得討論 那些問題是否會有頭髮的呢? 是覺得他們的民主回歸 那套路真是有傾有債 是真心覺得是可以的 於是他們用了二十九年多的時代來做這件事 還是覺得他們也不知道這件事不行 不過他們不想進一步 你是怎樣看的? 我的想法就是 由始至終這群有學識的人士 這三十年完全採取一個方法就是 寫難取義 但是在回歸前或是後的初期 他們這個寫難取義 如果用他們的議席來看 他們是成功的 有些效果的 但是用爭取民主的角度來看 不用說我們根本都不需要判斷 現在這個情況 是根本我們一早就預計他們是失敗的 因為為什麼? 因為你的對手是共產黨 由日一開始 他沒有認真你的對手是誰 不是 你說回現在 我不想說太多這些好人們 老實說 拜局議程 拜局議程 我和你的看法有點不同 你後才見你的時候 你覺得學生罷課事在必行 但現在初時好像說罷了一個星期 我先說說我的看法 我覺得罷課是多久了 罷課不罷學 第一就是罷課和罷課太短 應該是無限的 直至有真正的對話 直至有真正的對話 第二就是罷課不罷學 都重要是有這些 暗糾濟思維 就是罷工不影響別人 一罷來罷人 一個星期罷課不罷學 其實老實說 只要罷課 沒有人叫你罷課 你在家打機 打飛機 或者罷課的 他們肯定是罷課的 對 你可以扮大學生 大學生不是罷課不喜歡 你明不明白 學生也有個剛話 我們覺得那個思維 很被民主派的問題影響 因為從頭到尾這堆大學生 香港那麼多年以來 都是受這班叫做 愛國民主派的仇人 那個思維一定是人 別做一個教師 真身蒂固的 其實老實說 你即使真的罷課 罷不罷學 不是課學的東西 不在課堂上 你真是 喂 我當你真是罷課 不用說出來的 你明白嗎 你組織成千上萬人罷課 那個總職力 已經是一個大學都覺不到的東西 要不要刻意說 罷課不罷學 一定有些什麼教授來 來什麼 我又覺得什麼 對 阿貝 阿貝 你說不要緊 始終罷課這件事在香港明廣 都是 嚴重的事來的 很久沒試過 你也體諒一下 你喜歡叫做 我體諒 我們眼中 我們叫做四五十歲的人 那班都是十二十歲的人 我體諒 都要體諒這班人 即是他們做事的方式 我們都體諒一下 但現在好了 我們叫我們快點說 好了 罷課 你會有什麼情況會出現呢 或者你希望 你希望局勢會如何變化呢 其實我希望六八九 梁振英大力鎮壓 打到那班學生 流淋了他 爆淋了光 要死幾個 罷課而已 罷課而已 照打 罷課 這麼困難 不斷打 打吧 但梁振英就知道 這班學生 打他們完結 應該是沒有事情發生 是的 沒事的 你問我 其實是十二堂放一堂 你問我 其實是第一堂 應該是 結果是 效果不太大 但都要支持 不是那麼大 應該是零 不是那麼大 其實呢 客官 你說一下 你有什麼 制裕的 其實說真的 客官現實 不用看了 應該是突過零 但我覺得沒有什麼 還有一件事 希望 希望吧 希望這班大學生 教這場所謂的罷課運動 希望好過之前所教的東西 有一點點成果 雖然不明知道沒有 不是 那個影片也好過以前的 是的 因為我今天不知道有沒有看錯 他們說 希望做得出來的話 你特區政府也有好共產 希望他們有好回應 你現在基本上是 完全是沒有希望的 希望可以的 對 你呢 說什麼 或者找我吃飯 說什麼 你覺得他們的罷課 學生你怎麼看 或者有沒有什麼 你氣有希望 或者你氣有希望 你平日會有什麼情形發生 沒事發生 直到我們 香港來說 是沒有事發生的 大憶啊 麥呢 說了 我也是頭骨 兩層精靈 你不是馬六甲 那樣 這樣 學生罷課 即我自己看法 就必然成立了 一個星期的時間 坐前 坐好 首先我很擔心這班學生 都沾染了我們和你非非 一定是 但現在我看報紙 看你們的觀察 我相信學生裏面都有兩邊不同的意見 最樂觀的情況呢 就是我們一早 即是說明基本步 就是藉著學生運動 於是社會各界人士陸續支援 具體一點的支援 譬如說罷洗 譬如說罷市 譬如說放工去支援 我不知道他們罷課會不會在一個地方 坐也好 不是這樣 在家裡不能容額 如果你們是KFC或不當勞 那就馬六甲 越讀多人 而開始就實行 梁振英會不會鎮壓呢 這個證明會不會 就好視乎究竟 社會上面 有幾代人出來參與 讀多運動有幾大 如果這樣罷課 我唯一星期就下班那些 應該更加 我相信梁振英 亦不會振英 我現在一手軟一手硬 這兩天 這兩三天 由維加律董伯伯出來 下海雙上 學生死不斷氣 你們倆都個個不是 不愛 你不能愛就不能愛 你們倆死老爺 幾十歲人八十歲人 你還不等他報道 你倆臭氣 去見你倆臭氣 那個臭氣 沒能用的 就丟了董浩雲 做生意又失敗 你倆臭氣 短命腫 不然你倆臭氣 是因為純粹好運氣 生得早 以為是吃得好運氣 然後吃豬頭餅 不然你倆臭氣 你倆臭氣 你倆臭氣 你稍為那種好一點 你倆臭氣 你倆臭氣 但如果社會上 你倆臭氣 說得很大 就是社會人士 包括這班人 去見你倆臭氣 那也是 那鎮壓 我們會發現甚麼情況呢 有兩種情況 第一 就是你倆人 是在他方向前 在他方向前 等等 我先聽說話 我先聽說話 不行 我再說 我先說 你倆臭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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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此就剪下了那個真是不合作精神 這件事其實對特區政府的管治未必是一件好事 即是說在他強力鎮壓之前 你們就散光了 因為他們是牛體 你們就散光了 然後開始就真的 因為你經歷了七天或十天的學生論動 一定會有論述出來的 而我最恐怕的當然就是那些不兩交的陳建文論述 或者大耀廷論述 出來之後 於是展開一個長期的不合作運動 所謂的國界 這是比較好的情況 如果另一個情況 習吳志森就屈究所謂的進步民主派 誰在說極盡 就是你們想均均熱熱搞一場革命 包括劉晶雲那些 我們都會這樣說 但真的均均熱熱搞一場革命 第一 你有沒有那麼膽 第二就是 军军烈烈搞一場革命最大的後果 就是因為你們不走 或者跟他們拿過 或者有人扮你們扔東西 就強力鎮壓 立即國家安全法 第二個以前老少爺說過 我不太相信 但大家看看習近平的受益 他是很有機會會這樣做 於是乎 其實就立即變成一國一制 你們出來說話 你不可以抓一場革命 立即抓你 就坐五年 現在不用再準備回你 這刻還沒有 你不會立即坐到你五年 那就不會搞到你了 但如果在行國搞到全法 就立即搞定 是立即搞定 你知道嗎 第一 我們的GDP 現在對大陸來說 其實還是很大的外商 但是在共產黨權力鬥爭底下 和習近平的mindset 我想他們是不惜犧牲的 因為他們不斷的能拒 不可以領著的經濟 起碼要先搞定這一段 他就不能分辨 因為黃金刺激過去了 黃金刺激就是去年 帶了一個平衡派 三晚戰中的時候 一個在殺他一個措手為何的時候 你走戰中 那是成功的 那是成功的 好了 而現在你說到什麼呢 你看看這段時間 阿發徐李太 剛才剛才還沒看報紙 已經說到特首權力 經過普選之後 很大波力做到 因為他有這麼大的普選力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來賭米 羅范之分 不是發不出 到時候特首可以開很多位 做很多事情 撥很多錢都不需要 就像現在這樣 經過立法會 被立法會搞震 他就可以做事 長順很多 為何會這樣說呢 如果是聽到我們這群 即是反政府的人 我更加堅決要反對 你捉你了 正過一通過 但社會上很多人 被判到 現在香港這十幾年做不到 起碼有40%以上的人 是因為立法會 經常有格格上 又拉布 是 又拉布 那幾千萬 如果被特首權力大一點就好了 君不殊不知 特首權力這麼矮小 只是一個難勾的 建制派的立法會議員 已經搞到這樣 現在是一樣樣糟的 我們之前的沙中線 調整高鐵 是一樣樣糟的 甚至上海市的廣鐵 領培了 沒有一件好事做出來 所以究竟 局勢將會是怎樣做呢 我先不要說政治人物 即是立法會議員 下節回來再說 其實真的是 好兩死 你不反抗 然後其實說 大家是不合作運動 這件事是很難新登的 因為大家各個各組 也沒有一個平台 給之前兩支 兩支 一張報紙 負責結合 去做一件事 其實真的回到原點 過去三十年真相論 是完全白費的 如果跟他激 你這樣練一個 練一個 其實就是現在 所謂的假安運 即是假安運 生活地的網 立即要撐槍 而你立即撐槍 只是香港會不會立即跌 公司樓市 是不會的 像深圳那樣 你怎知道 於是普羅大宗 會覺得其實生活分別都不大 起碼現在沒有那麼吵 因為香港人最大的問題 就是 那天不懂說Mike 對鏈濟說 你去台灣朋友 還是不知道他們說 他們不是很怕沒有自由 或者沒有專業 就是因為 香港人不懂珍惜 就是因為 我們一出生就有開 就不覺得沒有那樣東西 我記得誰跟我說 他就覺得響文在梅州的老產生 當我們一出生就說 甚麼事都不可以 做甚麼事都不可以 網台都不可以的時候 他就覺得香港我們 好像沒有理會 你什麼都有 為何現在 突然之間 如果沒有理會 你也不會去面子 就是這樣 但無論如何 我們作為一個香港人 或者條理會 無難科系也好 就怎樣都支持 學生去打破 第一 這是他們的將項 他們應該是在錄 第二 除了他們去做這件事 令到局勢有轉機之外 他們如果不做的話 更加沒有轉機 難道明天我們去稀求嗎? 對嗎? 第二次回來再說